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是目前国际上最热门的绿色能源之一 由于这些再生能源符合低碳无污染的环保原则 因此台湾这几年也非常积极地在推动 不过最近在高雄县永安乡却发生了保育团体 反对台电在永安湿地设置太阳光电系统的状况 鸟汇的人士担心一旦新建之后 就会影响到鸟类的栖息环境 一边是鸟类保育 一边是环保能源 生态与环保怎么会站上了天平的两端呢 这当中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天空是鸟儿的家 鸟类在天空里自由自在任意飞翔 海陆交界的湿地则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让生物栖息生活 在传统能源日渐缺乏的情况下 人类积极地寻找替代能源 利用自然环境发电的再生能源 很快地成为目标 不过如果选址不当 就会对环境产生冲击 要如何利用自然环境 却又不伤害环境 成为新能源发展的课题 蓝天之下风机正在缓缓移动 全台湾目前有82座的风机 助力在各地沿海地区 张宾工业区这边光是台电公司 就设置了23座的风力机组 风力发电是要在适合的风场 所以我们台湾的风场比较好的 大概都是在西部的沿岸 除了台电以外 我们还有民营的业者也在开发风力发电 台湾的沿海地区大多数是深海敏感区域 以张宾工业区来说 为在大渡西出海口 潮系交接处形成丰富的潮间带 提供过境猴鸟良好的觅食环境 因此在迁徙季节时 经常可以看到大量的鸟群飞行的画面 现在则是小燕鸥的繁殖季节 像现在夏天主要就是下后鸟在这边繁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多是小燕鸥跟燕痕 还有东方环境痕 这三种现在是最大量的鸟群在这边活动 常年在张宾市地监测鸟矿的 彰化环境保护联盟理事长蔡佳阳 也一直在关心风机跟鸟类之间的互动 因为它的施动速度蛮快的 一个礼拜就可以安装好一只 所以两三个月这边所有一排风力发电机都做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说 这些风力发电机设置在这个 张宾工业区的周围的时候 它们对气地选择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 它过去可以直线这样飞进来 现在必须要绕道 甚至它如果绕不进来的话 就放弃这块气地去找可能是 次家或是更不好的栖息地 那这样对鸟的生理的影响就是说 它会浪费很多飞行的时间跟能量 远道而来的鸟群 在这里休养生息之后 就会前往下一个旅程 栖息环境一旦被破坏 对全球的迁徙线也会有所影响 对这样的风力发电机 我们主要还是处于漆地切割 就是造成它的漆地破碎零碎 在生态学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希望让这个漆地可以连结 就是要留下生物狼道 比如说这边是海域 这边是陆地 那鸟类会在这两个漆地之间利用 我们要留下生态狼道 所以我们那时候建议说 比如说这一排六只七只 我们中间拿掉三只 它的间隔就会加达到 750公尺或是一公里 那个狼道就会很明显 让鸟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通道 当初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 并没有获得开发单位 所以他们愿意接受 因为他们认为说 那环品已经通过了 你现在叫我在变更位置 还要跑公文 还要重新租地 不太可能 在生能源的发电来源 不只是取之不竭的风 还有远远不绝的太阳能 这里是高丘县永安乡 过去永安乡沿田村靠沿夜为生 在新达活力发电厂兴建之后 晒岩品质下降 渐渐失去竞争力 于是台延将永安盐田的土地 卖给台电公司 作为玫瑰堆置处 正式宣告永安乡的烟业走入历史 如今只能从这一栋巴洛克室的 烟业办公室 遥想当年的盛况 在新达活力发电厂的梅辉 有了新的去处之后 永安盐田闲置了二十几年 渐渐形成一处鸟矿丰富的自然湿地 高雄市野鸟学会研究保育主任林坤海 认为只要保持现况 配合周边规划就能够带动地方发展 这个地方可以来做一个很好的整理规划 它可以像关渡自然公园 有赏鸟的资源 可以像七谷的岩山 可以把这种盐业文化再造 这样的一个产业复兴的活动再带动起来 然后呢也有红树林的这个湿地生态 可以让大家来了解这样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户外教室 不过台电公司却另有计划 配合能源局在2010年 一万千瓦的太阳光电发电目标 台电公司计划在营业办公室前方的这一块土地 新建6.65公顷 5千千瓦的太阳光电系统 未来这片岩滩地将成为 亚洲最大的太阳光电系统之一 并打算新建太阳光电展示馆 宣导再生能源 我要做出这个一万千瓦的太阳光电的话 我们也要考量它啦 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用那地四 那块地的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我们不会去打扰到它主要的那些鸟类 不可能 台电公司认为占地130公顷的盐田 只取了南端比较干燥的土地 应该不会对鸟类生态有所影响 不过高雄市野鸟学会认为台电公司选的长址 恰巧是猴鸟过境的生态敏感区 这个地方它主要是以猴鸟觅食为主 那另外有一个部分是属于繁殖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比较低洼的这个地方 它积水的地方大概是猴鸟觅食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比较往路中央靠的部分呢 它是属于过去的那个晒岩的结晶池 那它地势比较高 所以呢会有一些猴鸟在那个地方栖息 甚至是繁殖下蛋 那未来如果说这个地方全部开发了 不管是这第一期或者是第二期 等于就是说整个以这条路为主的整个南边 对后鸟来讲它都没有办法再利用 我们前面现在看到的是那个东方环景横 东方环景横的数量非常大 那高达大概三四千只以上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记录被指定为 中央鸟鸟起地 永岸湿地因为鸟种丰富 数量多 成为国际鸟蒙认定的国际湿地 也是银建署认可的台湾重要湿地 不过在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 很少人知道永岸湿地的存在 台电它买了这块地之后 它因为安全的理由就把水扎门关起来了 那关起来没有海水的自由交换 基本上这块湿地的品质 跟它的生命基本上一直在走下坡 永岸湿地对于整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不应该只是把它围起来 不让人家去做这个 很好的这个经营管理 那会把这样的一个湿地的一个价值 慢慢地耗损掉 碧槽水域香田之处 茂盛的红树林成为水鸟的新乐园 静下心还可以听见热闹的午后歌唱 那我们现在其实比较痛心的就是说 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已经不在了 可是我们还要去破坏它 这个太阳发电的东西是 基本上是可以放在 放在跟民众居住在一起的这种 譬如说住宅区啦都会区啦 是可以跟人结合在一起的 而不是去破坏很好的自然环境 然后去设置在那个地方 大家对这个鸟类生态的这个注重 我们也了解 但是因为如果我们又要发展这个再生能源 那这却是一块可以用的地 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是说 即便我们想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也找不到那么适合的一块地了 而且它只要把太阳光电板装置好以后 大概就没有什么人为的干扰了 所以呢我相信对鸟类的影响 一定会降到最低了 基本上鸟类对环境的气地使用 它是有分的 就是说觅食可能要在这种遗探地 可是栖息跟繁殖 它们需要比较干燥 比较高不会淹水的地方 不能说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干燥的 对它来讲就是没有用 所以基本上它是需要一个 多样化的一个环境 来支撑整个这个湿地的一个生态 基本上我们一直强调说 我们支持绿色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 但是它要选择适当的发展策略 然后你在设置的地点 一定要避开生态敏感区 这是我们的基本逻辑 那什么是适当的策略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分散多元的小型化 从社区转续 从张宾师弟的风机 到永岸盐田的太阳能光电板 都有保育的争议存在 当我们从自然环境里 找寻能源的新春天时 更要抱持着谨慎的态度 如何在原有的地理条件限制下 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再生能源 发展方向 现在金山这一群是一个 看得出是一个家庭 可能是前一年的小孩 跟今年的小孩 还有爸爸妈妈在一块 那么多人很兴奋的 东西我们别人都汇集到这里 来看丹丁 看电视窗啊 沾沾湿湿啊 对啊 全球暖化及环境的变迁 已经到的 这个脚步已经影响到台湾 这一次丹丁要来 告诉我们这样的影响因素 已经不是偶来的事件 我觉得我应该要感谢我们的四只天使鹤 如果没有这四只丹丁和世界主牧的一个保育类的鸟类 在这边停息 我相信今天可能这一块土地的未来 会是一个全能不同的结果 同样的一块湿地 却因为利用方式的改变 而有了不一样的故事 其实一块土地要怎么利用呢 常常决定于人们赋予它什么样的价值 人们一直在找寻土地最好最大的利用价值 但是呢 时代在变 人也在变 或许最后才会发现 有时候土地真正的价值就是它原来的样貌 下个星期 我们要来体检国家步道 国家步道设置的美意 原本是希望提供人们一个认识山林 体验自然的途径 但是这一条走入山林的步道 在配套措施以及规划不够完善的状况之下 有可能成为另一场破坏的开始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个星期一有点黄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